明星之间的相爱相杀有多高效 能把黄子涛怼到无语的女孩子杨子算是一个 你们这里面最聪明的 你上一期还说我是最聪明的 那我后悔了 谁教你那么傻呀 谁教你那么傻呀 傻呀 我不要傻 不吃这些东西 我好像前天晚上说的 我又不爱恋他 我又不爱恋他 你要恋我我还不答应 你要恋我我还不答应 Love is in the best place to find love is to the party 有没有男朋友 我没有男朋友 怎么又跳这个话题 你要是没有男朋友 哥哥真给你介绍了 谁啊 你给我介绍一个呗 啊 没有女孩 你看到怎么样 没有 你可真逗 难怪杨子能把所有异性处成兄弟 当杨子和王俊凯上节目时 两人也是一刻度不消停 我们两个年纪相仿 难道不是吗 我们两个年纪不相仿吗 我也是从小看一眼的姐姐 看一眼的 他见我的幼少信念是多么样的伤害啊 不要在我耳边摸到的吵架 我可受不了这样的气氛 那也是双人坐坐 亲爱的 I'm so sorry 对不起 有一段话要警察干什么 你这叫那个丑暴了 你这也差不多 差不多 我怎么了 卡粉 卡卡卡卡粉 两人的年龄梗 大概永远都不会过去了 当沈腾拼尽全力想要抱起贾铃时 贾铃姐愣是脚都没动一下 你要不累的话 那你就抱着我 那你就抱着我 哈哈哈哈 没有 没有 姐媒 小 不 我们 他